转换一下心情带你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到湖北恩施视察 官方消息说李克强冒雪访村民问需求 请听村民恼火事 可是一个月之后恩施的20多名访民到北京南站 打出恩施冤民跪求李克强总理千万别再到恩施来的横幅 访民为什么拒绝中共领导人的探访带您来了解 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以来一直打清名牌 2月3号是中国的皇历小年 习近平在这一天走访了甘肃一个贫困山区村庄 给当地的447户村民送去了包裹面油肉等年货 同一天李克强还前往内蒙古包头北梁棚户区 慰问草根百姓 但是隔一天湖北恩施20多位访民 在北京南站打出横幅 横幅写着敬爱李克强总理恩施冤民跪求您 千万别再到恩施来 我们失去自由 他们还打出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 是世界最牛的黑法院党横幅 据了解这些湖北冤民在去年李克强到恩施视察期间 被恩施当局关押 当时恩施当局为了防止这些冤民拦叫喊冤 将他们通通关押起来 你说强一号星星星一号 多次表示呢不应该诸击这个上罚 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的话呢 那这还是一句空话的 某个地方呢 对这个仿民的打压 并没有丝毫的减少 那这主要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了 因为仿民呢 他没有正常的区道啊 来表达他的诉求 2月5号部分打横幅的恩施访民到天安门广场参观 被执勤的北京民警发现后 立即抓到派出所 这么多人缠着我 不让我走 你刻到这个地方 我说我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到都是很好的好形式 但是到了具体 我的这个面临的现实就是没有人权 没有人身自由 没有人的增原 就在不久前的两会期间 江苏省无锡市500多位访民和民众聚集 要求当局反腐 部分人士遭到上百个特警殴打及拘留 河南省宇州市也有上千访民与警方冲突 一批人被带走拘留 四川省成都市 最近也有40多位访民到省人大信访办上访 其中三名维权代表被带走 另外在北京房山区访民电脑学习班上课的一批访民 也被北京公安强行带走控制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 虽然中共当局多次强调依法治国 但上访者仍随意被限制人身自由 被关进黑监狱的访民比比皆是 要改变目前的情况 需要更多民众觉醒 让更多人知道 这是这个体制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有很多民众受到打压以后 不敢说不敢讲 也不敢上访 上访是少数啊 多数不敢去啊 那么但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这个世界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慢慢觉醒的人多了 参与的人多了 看样这个中国当局啊 他就不改也就改 然后不改了 最后可能解决不会很好了 新唐人记者田径送风采访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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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